自由车队组织者的刑事审讯继续进行 辩方试图阻止受到示威活动影响的厄太华居民出庭作证 声称完全无必要 庞熙伦布 检方计划传换共计9名厄太华居民和商户代表作为目击者作证 当中包括代表在厄太华市中心生活和工作民众 对自由车队组织者提起集体诉讼的李泽西 而为自由车队两名被告组织者 李奇和巴博辩护的律师今日则表示反对 指李奇和巴博已承认参与抗议的部分个人的行为干扰了公共交通 以及财产和企业的合法使用和享有 目击者没有与李奇或巴博有任何直接的互动 组织者也没有承认造成骚乱 因此9名证人的证词从严格法律意义上来说是无关重要 无必要传召 检方则认为 这不足以合理阻止直接受到自由车队示威抗议影响的民众作证